大家好,各位委員,各位的世界官員,我先請次長跟能源局 林次長跟能源局副局長 我第一個問題是這個樣子,是核能發電的問題 這個核能發電,現在大家都在說,這個是人類玩不起的火 這個是上帝才玩得起的火,這個火不是人類可以控制的 那現在我請問一下,這個我們的核電在整個能源的結構裡面 到底現在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跟委員報告,現在目前的核電發電量差不多佔我們總發電量的20% 相當高的一個佔比 那麼當然,現在大家目前整個這個供應的系統,因為核電 它基本上是比較安定的一個能源的供給 而且價錢比較 我剛剛講的你都沒有在聽嘛 對,我還沒有回答到委員的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所以短期內 現在它設置的這個時間很長 怎麼樣去讓它慢慢的這種佔比減少 這需要一點時間去處理 你們現在還沒有一個這個因應 核能發電,現在國際,全世界大家都很擔心 大家都已經開始在做調整 你們還沒有這個政策調整出來嗎? 政策是在檢討,減少它的佔比 這方向是應該朝這方面去做 什麼時候檢討的? 對,我想在整個這種可行性評估 稍微做一個review之後 會提出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出來 你們的會議什麼時候進行? 對,我想在短期內我們會有明確的方向 還沒有進行 是在進行,但是目前還沒有很成熟 可以對外來說明 什麼時候進行的? 我是跟委員講的大概進行 這個主席這個不是國家機密耶 這個是國人關心 我們要知道說台灣在什麼時候 就沒有這個人類玩不起的火 在這邊讓我們死死在擔心 這個應該要公布啊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做檢討? 在什麼會議上 完成之後就會對外來做說明 怎麼可以這樣子回答呢? 你們根本就沒有在檢討 沒有在檢討嗎? 次長 是 有沒有檢討? 有在檢討 公委員報確實是在檢討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這個 核電佔我們發電比例的這個檢討? 什麼時候? 在這個核災之後啊 事實上都有一系列的討論跟檢討 誰主持的? 各個層級都有,包括部長 院長有沒有主持過? 院裡的這個活動我們在這裡不便去對外去做論述 我覺得我們立法院現在越來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國民黨黨團應該要發揮一些功能 有關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閣員 我們現在的官員對民進黨的這個尋答 好像都不是願意 跟我們立法院分享資訊 沒有啦,一是同仁啊 都一樣 沒有特別對你比較好 連一個說 是不是開過火就不說 啊 好 那我請問一下 次長 次長 你認為什麼時候台灣可以脫離核電 的這個時代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只可以跟委員報告我們一個檢討的方向 但是你要問我哪一點是可以做 我實際上在這裡我沒有辦法 就這麼一個廣泛的問題 跟委員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交代 我的了解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些核一研議的問題好像已經停下來了 還有沒有繼續在研議的這個 目前整個案子是在提出來之後 是在圓能會那一邊 沒有撤回來 對,並沒有撤回來 應不應該要撤回來 等到整個檢討之後 有一個確定之後 我們再來採取下一個步驟 所以林東阿哥一直 一直對這個核電的這個問題 還是在打謎仗 還是在打謎仗 我們跟時間在賽跑 我們跟時間在賽跑 如果說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已經 開始在檢討 是不是要無核的一個國家 沒有核電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這個動作 我們這個進度 似乎是讓我們不放心 你們現在都沒有一個實程嗎 現在完全沒有一個實程嗎 現在是在一個密集檢討的過程 所以等到檢討完就會有一個實程 那至於其他國家我們也了解 他們也都在檢討 但是真正說 完全無核的這樣的一個宣誓的國家並不多 我們是希望啦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政黨之間的對抗 這個是台灣到底要走什麼樣的路 台灣要走什麼樣的路 這個是立法院要對行政部門做強烈監督 的責任所在 我只是表達遺憾 你們在這邊完全沒有辦法對國會 做一個說明 我們談了很多什麼再生能源 有的沒有 這一些事實上就是希望 第一個減碳之外 那能源安全之外 當然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能夠對核電 做一定程度的一個減少 那但是你整個總體的這個計畫沒有出來 恐怕都是太局部性的一個處理 什麼時候可以對國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說明 剛剛我也提過了 等到整個檢討 完全都沒有事成 完全都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跟委員做一個正確日期的一個交代 但是 連什麼時候可以對國人做一個交代 也都沒有辦法 不是我們隨時都有跟國人在做說明 目前在 即便目前這種狀態 滿適合幹部長的 改進都有在對外在說明 滿適合幹部長 這個部長就是在這邊 太極權 表達遺憾 如果說你有機會擔任部長的話 我希望你不是用這種態度在處理 國人關心的重大議題 好